平均地权条例修正草案三读通过之后 让房市的买气越来越低迷 因为看看国泰房地产指数 2022年的第四季新案月销售率 竟然有57%的新案销售低于10% 也就是说有将近6成的新案子 一个月100户竟然卖不到10户 其中又以中大型社区销售的状况特别的差 只有6.4%的销售率 房市专家就分析 平均地权条例就是要打炒房 针对的当然主要就是炒房族与炒房型的建案 虽然不少的建商自称都是自住客在买 但其实法案通过之后 最快消退的当然就是预售市场 尤其中大型社区的销售状况最为明显 如果再从内政部的新建渔屋资料来看 到去年第二季为止 全国新建渔屋物量7万7454宅 不仅是创下了10季的新高 甚至还是2014年第四季的一倍以上 专家直言如果卖压持续的增加 估计未来将会引爆一波降价出清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